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宋定祥 今天我們民術的講堂 我們的真典講堂的第四講 要講的可以看到黃色的這邊 重複起訴禁止跟判決效力 這兩個東西為什麼要講在一起呢 尤其這個重複起訴禁止 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始講 重複起訴禁止 大家或許最常聽到的會是 民視訴訟法的253條 其實重複起訴禁止253條 它某程度上它的制度目的在於 避免將來的計判力的衝突 避免有一個制度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在訴訟系數中 才叫你一世不在理 就是說你訴訟系數中不能提起後訴訟 不能兩個訴訟同時並行這樣子 不然如果一個判假輸一個判假贏 針對同一個訴訟標的認定 既然會有這樣矛盾的情形的話 這樣就會有裁判矛盾 裁判矛盾當然不好嘛 因為人民對於司法就無法信賴 他們不能按照這個 或是我們不能按照這個判決 去形成我們的法的生活 好 所以我們重複起訴禁止呢 就要跟判決效力一起理解 尤其是計判力 特別是今天要額外強調的真點效 真點效 好 這個東西呢 我們的副標題叫做 如何避免訴訟制度被濫用 好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切度 重複起訴禁止跟判決效力 好 那 剛剛講的重複起訴禁止 那判決效力 我們要如何去理解這個課題呢 好 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要給一個訴訟結束之後 之所以要產生一些判決效力 好 這是為了什麼 這個是為了說 我們訴訟 好 這個 既然花了這麼多時間 進行的這個訴訟程序 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勞力 好 那最後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可以拘束大家 拘束誰 當事人 或是其他判決效力 主觀犯的所及之人 好 或是後訴訟的法院 這樣的話 這樣的訴訟制度 這樣的訴訟程序 才會有它的意義在 至少 不會一樣的紛爭 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我們希望可以一個 終局性的認定 給它出來 好 所以至少呢 我們的判決效力會有 有一個計判力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幾副判決 因為後來要拿這幾副判決 確定的話 要拿去強制執行 要強制執行 把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 去強制執行 那形成判決 比如說離婚 你是要解消一個婚姻關係 所以 解釋上就會有一個 形成的力量 形成力 好 那再來呢 會有所謂的真點效 那細部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明 總而言之 就是為了要讓訴訟制度 可以有一個結果 疑似不要再理 所以我們的這個 今天要講的大概念 其實是疑似不再理原則 疑似不再理原則 其實包含了 重複起訴禁止跟判決效力 好 那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講義第二頁 好 這邊呢就是我剛剛口頭 所陳述的 我們重複起訴禁止 跟這個判決效力的一個關聯性 好 那一樣 我們來看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模擬的立體 好 這個案例呢 希望可以帶大家從真點整理的角度 去想 重複起訴禁止原則 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題目 好它說假列以為被告 假列以為被告 好 起訴請求法院判決命 以及付假新台幣200萬元 好 所以它數字聲明 200萬元 好 那它主張的原因事實幾理由 好 這個我們要從 它主張的事實理由 好 這個原因事實來看 數目標例可能會是什麼東西 好 它說呢 以在101年3月15日簽發一指 200萬元的支票 好 那它這個 藉其提示 不獲兌現 主張以票據法律關係 求回判決以給付假新台幣200萬元票款 好 很簡單來說 這個是一個票款給付請求權 那可能就會是我們票據法上97條附近的追索權的形式 好 它這個票款 好 票款 好 甚至有可能是付款請求權 好 總而言之是這個 這個票據法律關係 我們簡稱是要 票款給付請求權 好 那 後面它問什麼東西 它問說 它繼續講說 欸 那假講完了嘛 好 你就開始抗辯 好 最後假會在家裡回應 那題目第一個問說如何真點整理 第二個問說 欸 這個 如果令刑起訴的話怎麼辦 如果判了確定之後 欸 法院可不可以這個 再審同樣的事情 好 或是 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從假的 開始慢慢一步來 大概釐清說 它大概有講什麼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來釐清 首先可以看到黑板上 我們喜歡數字聲明 喜歡訴訟標的 所以 再接下來要注意 構成要件 好 為什麼 因為原告 就構成要件相關的事實 它負負責任 這個就是 主張責任說 主張有利於幾支事實者 主張這個 應該說 當事人對有利於幾支事實 應負主張責任 好 那對於幾副訴訟的原告 有利的事實 就會是 構成要件相關的事實 好 那我們 就把構成要件大概這個 拆開這樣 好 C1 一定是已有簽發嘛 那它才會是 票據債務人 簽發 或是說它是發票人 C2 借其提示不獲兌現 好 這個在講假 不獲兌現 好 那主要是這兩個 主要是這兩個 那我們來看 後面它抗辯什麼東西 已抗辯什麼 那看已在抗辯什麼時候 抗辯什麼的時候 就要注意到說 它有沒有針對假 所屬上的構成要件 肯認還是否認 還是它提出其他的抗辯 好 我來看第一行 它說呢 已折抗辯其固然曾簽發 矽貞支票 但是呢 之所以簽發 這個矽貞支票與假 是因為它在 101年3月15日 跟假成立消費借戶契約 約定假 假你借200萬給我 那我就簽發這個矽貞支票 當作一個擔保 擔保我日後會清場 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遠期支票 好 但是呢這個假 它並沒有支付200萬元 所以 犧牲借貸的 這個法律關係不存在 進而 我也沒有必要 還你這個票款 因為你根本也沒有給我錢這樣子 好 所以你不能行使這個 票據的債權 好 這邊它主張什麼東西 它主張是原因關係 不成立的抗辯 好 原因抗辯 好 我們先理解說為什麼他會做這些事情 好 這個就是說 從他們的關係來看 就是以缺錢 所以咧 以去跟假借錢 好 他是借 他是代 代語人 好 所以呢 這個 假一開始的抗辯只有 假一開始的主張呢 他只有講到票款的部分 好 那以就抗辯說 之所以簽發這張票 是因為我跟你借錢 我跟你借錢 按照明法 474條 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那個 這個票 為什麼會給你 是因為 我跟你借錢 你給我錢 理論上 你給我錢 所以我給你票 那這什麼意思 借錢的時候 會是101年3月15 好 那 這個 或許他們題目沒有講 或許他們會約定說 那你一年後要還我 好 102年3月15要還我 好 好 那以呢 為了擔保他將來會還 他就簽了一張支票說 這個支票發票日期是 102年3月15 這是按照票據法 128條 承認 可以做一個遠期支票 你可以填寫 未來的時間 做為發票日期 好 這是遠期支票 好 所以是有可能這樣做的 其實就很像一個 擔保的情形 好 只是用支票做為擔保 好 那從這個關係 就可以看得出來嗎 以之所以要簽發假 這個票款 或是我們從假的主張開始看 好 因為這樣這一題呢 是從假的主張看 好像沒什麼 但是以開始抗辯 那個事實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好 進而呢 開始要省一些不是票款的東西 要省這個借貸契約是否存在這樣 好 從假的主張來看的話 假的主張說 他欠這個票款沒有給啊 借息提示不會兌現 那是他簽發這樣 那以就說 你事實沒有講完 其實呢 為什麼會簽發這張支票給你 好 所以講了這個第一句 他簽發矽貞支票 他承認這個事實 他承認這個事實 我們用黃 白色寫 好 以是否簽發 假主張嗎 以呢 他自認 但是 他提出其他的抗辯 就說呢 我有簽發沒錯啦 好 那是我寫的 而且也是我的名字 那我之所以簽發這張票 就是因為 你跟我說好 你要給我兩百萬 那我才擔保 我會還你錢 所以呢 我就開了個遠期支票給你 但是呢 結果你根本沒有給我兩百萬的現金 好 你也沒有匯款給我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 既然你沒有給我錢 那我也不用給你票款 因為 這個票款相當於是要還你錢嘛 你沒有借我幹嘛還這樣子 他就按照票據法 第13條 做一個原因抗辯 我們票據法 原則上是說 在別人對你行使票款 給付的時候 你不能做原因抗辯 但是呢 13條的反面解釋的話 就會是 直接前後手之間 可以主張原因關係的抗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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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就看假說什麼東西 我們先回到C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呢 C1事實 這是一個主要事實 因為它是構成要件事實 就叫主要事實 或者叫直接事實 A1呢 是有自認的 但是呢 有沒有借其不獲的兌現 他這個 他也沒有去講 他沒有去講 他沒有去講 那就要探討說 欸 有沒有擬自認的問題 好 在接下來 接下來 在 講的抗辯中 又出現了一個新的事實 好 原因關係存否 好